哇 这个咱们要的凹虾 第一口这凹虾必须粉饰先吃啊 哈喽大家好大胖 一个让自助餐老板瑟瑟发出难救我哈 每年都得来一次济南 不要问为什么 就为了给老板上一课啊 今天咱们去吃一个898一味的日料之助哈 听说他家一整本菜单 所有的都不限量啊 大胖也不知道什么不限量 走 跟着大胖一起看看什么不限量啊 进来了 老好兄弟们哈 咱们这边都有什么价位啊 有898 628 啊对就898 898的话我看了一下 那个咱们介绍是一整本都不限量是吧 对对对 兄弟们今天可以好好的low一下了哈 这个海鸥虾的话先来30个嘛 牡丹虾也来20个 松叶蟹是是活的吗 看到没 知识级小青龙不限量哈 这个可以来20个线 哈哈哈哈 走走走走走走走 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 呃 ok 先付款再评价啊 哈哈哈 哇 这个咱们要的熬虾 哇塞 这个个头的熬虾看的也太爽了吧 一个好的日料之主 就应该这样子 我点多少它上多少是吧 哈哈 看看这个熬虾的个头 这个你们要去外面买的话 这个应该属于2号熬虾啊 很大很大很大这个熬虾 还要爽哦 你好 咱们有剥虾服务吗 有啊 那帮我剥一下吧 全部帮我剥了吧 哎呀 辛苦了 辛苦了 哈哈哈哈 可以 这个太难剥了 真的 哈哈哈哈 麻烦一下你们哈 辛苦了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哎 剥的非常专业 看到没 去了尾 头还在啊 这个就是专业的剥虾手法 然后 但是我们第一 我们吃刺身之前 一定要先喝点热饮 这是啊 不要一上来 看到那么好吃 刺身立马就吃了 先喝点热饮啊 这是辐料墙 先拿着四处口啊 嗯 哇 它这个辐料墙 金汤熬的非常不错 第一口这熬虾 必须粉丝先吃啊 哈哈 我替你们尝一尝 哇 我肉质非常鲜甜 糯糯的 哎呀好好吃 哇塞 嗯 太棒了 我去 这一个这个二号熬虾号 你要去市场买的话 这一个得素食 真的 嗯 太爽了 嗯 哦 冰冰凉凉凉诺诺的 呵呵 这个快乐哈 当时我在杭州都没有实现 我在济南争以实现这个二号熬虾自由 它的肉哈咬下去 你口齿能够感觉到它是脆的 然后舌头你能感觉到它是糯的 味觉你会感觉到它是甜的 你看吧 这就是口感 哇 爽啊 嗯 哇 太爽 还好吃 呵呵呵呵 嗯 哇 这一顿八百九八花的太直了呢 呵呵呵 呵呵 这个牡丹虾的个头说实话我一点挑都没有哈 但是这个牡丹虾的品种我是有的挑的呢 它用的并不是最好的一个牡丹虾呢 但是这个个头没话说 跟熬虾的个头有一瓶 嗯 当你那么大的熬虾吃多以后 你再吃这个牡丹虾说实话没有什么感觉 呵呵呵 它也不香了 呵呵呵 因为熬虾的口感比它好太多了 牡丹虾的话它单纯它的肉质是绵的 糯的甜的 但是熬虾的话 它的口感甚至能吃出脆的感觉来 那吧 兄弟们看这一口牡丹虾 呵呵 嗯 哇 哇太爽了 哇 哇太爽了 呵呵呵 呵呵呵 它跟吃冰淇淋一样 嗯 哎呦喂 这个小青龙 这两大盘 嘿呀 啊 呵呵呵 啊 小青龙不限量就爽啊 那这小青龙让我等了好久啊 呵呵呵 来吧 哎呦喂 啊 什么叫小青龙不限量 这个就叫小青龙不限量 应该是新鲜的小青龙吧 这个是 我的天呐 嗯 好好吃啊 嗯 我吃鲜好像是新鲜的小青龙 不是冰冻的 肉质很好 嗯 嗯 嗯 你看这个肉质 是用着新鲜的小青龙 是新鲜的小青龙吗 嗯 不是吧 但是 我刚才吃那两口很新鲜 这个好像看的又不像新鲜的哦 呵呵呵是 我两个喝就感觉很香 我们有喝感觉就 嗯 这个没甜不是 哎呦 哎呦 哇 嗯 嗯 说实话这个小菌龙还可以来20只太爽了 好吃 哇 最爽哎 哎 这个芝士的味道调的刚刚好 哎 有些很新鲜 有些不新鲜 哎呦 好爽啊 小青龙当贩子的啊 嗯 哇 哇 太爽 嗯 嗯 应该是有个别是新鲜油 个别是那个鲜冻的你知道吧 嗯 嗯 刚才这两个咖很红 哇 哇 哇 太爽了 嗯 嗯 这个肉汁 嗯 嗯 看我刚才这口肉汁就很爽 嗯 看出来了 哇 这个也不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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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个都有这个鱼籽酱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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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好好吃啊 嗯 嗯 兄弟们哈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 就是赤身跟海鲜吃多了以后 总感觉胃里面很空 越吃越饿呢嘛 就真的要需要一份主食来 填满一下我空隙的肚子 嗯 这个就是正常八仙的广式做法 和豹汁 豹汁水竹 微甜 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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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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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且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 喜欢大方的视频记得留言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就拜拜